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王燕显然没有想到在这里会意见熟人 脸上的神色是既尴尬又紧张 但想到卢丽丽是自己的好姐妹 也算不上什么外人 干脆不再遮掩 索性介绍道 这是我男朋友张杰 听到这样的回答 卢丽丽似乎有些吃惊 她一脸严肃 开始质问王燕 为什么要这么做 有没有考虑过老公李德的感受 而王燕却十分轻松的说道 你干嘛这么着急上火的 我对不起李德 又不是对不起你 搞得你像李德什么人似的 边说边拉着卢丽丽走到了一边 毕竟当着张杰的面说 这些还是有些尴尬的 王燕自以为和情人约会的事情 自己做的是天逆无缝 没想到竟让自己的闺蜜 在酒店大堂碰了个正着 王燕心想 只要卢丽丽不说出去 自己的丈夫李德 是不会知道这件事的 而让他想不到的是 此时酒店外的角落里 有一个人正在看着眼前的这一切 并默不作声地将这一切都拍了下来 藏在角落里偷拍的那个人会是谁 他为什么要偷偷拍摄王燕和情人的约会呢 本案的主人公王燕 是一家外贸公司的职员白领 由于面容搅好 身边不乏许多追求者 这其中也包括他的现任丈夫李德 李德是一家上市公司的高管 年轻有为 深受老板的器重 在偶然的一次机会中 他遇到了王燕 对他的美貌所吸引 认识短短几天 便展开了猛烈的追求 这王燕觉得李德条件十分优秀 对自己又很关心 便在众多的追求者中选择了李德 二人经过短暂的交往 很快就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人们常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 这句话也在王燕的身上应验了 王燕的工作比较清闲 跟许多女孩子一样 没事的时候 他喜欢逛街 看电影 做美容 而这些在结婚前 可以跟李德一起做的事情 在结婚后 就成为自己一个人的活动 正处于事业上升期的李德 每天为工作室奔波 不知不觉地忽略了王燕的感受 而王燕每天下班回家之后 面对冷冷清清的房子 想到结婚前 李德对他的含虚问暖 浓情蜜意 满腹委屈是无人诉说 他心想 与其在这空荡荡的房子里消耗时间 不如自己也活得潇洒一些 出去玩一玩 于是 这王燕回家以后 不再静止回家 他约上同事或者朋友 在酒吧玩得很开心 也正是在酒吧 他认识了张杰 也就是前面我们提到的黑衣男子 张杰年轻帅气 分居幽默 一看到王燕就主动上前搭讪 虽然得知王燕已经结婚 但也丝毫不掩饰自己对王燕的好感 一直是向王燕大献殷勤 张杰热烈执着的追求 让王燕的虚荣心是再次得到了满足 他主动给张杰留下了自己的电话 就这样 一来二去 二人很快发展成了情人关系 与张杰好上之后 王燕的夜晚是不再孤单 有时候他甚至比李德回家还晚 当李德问起来的时候 他便以加班为友搪塞过去 虽然他也怕李德发现这段婚外情 但是王燕的心早已经像脱缰的野马一般 再也收不回来了 这天王燕和往常一样约了张杰见面 可没想到刚进酒店门 就撞上了自己的闺蜜卢莉莉 于是就发生了故事开始的一幕 和情人约会被卢莉莉撞见 王燕不免还是有些尴尬的 尤其是两人亲历的动作 都被闺蜜卢莉莉看在了眼里 他该怎么向卢莉莉解释 他和张杰的约会会不会因此而取消呢 撞见卢莉莉让王燕很吃惊 但他并不担心 因为这卢莉莉是自己的发小闺蜜 于是王燕拉住卢莉莉是好言相劝 并向他诉苦说自己和李德在一起不幸福 无奈之下才找张杰解闷的 在王燕的软磨硬泡之下 这卢莉莉虽然对王燕的做法不满 但是最终还是答应王燕替他保密 不会告诉任何人 城市的夜晚总是很短暂 天刚蒙蒙亮 王燕立马醒来 推了推顺边人在睡觉的张杰 说他得赶紧走了 本来骗李德说是昨天晚上加班 才能在这里住一晚的 现在还不回去的话 丈夫李德会发现不对劲的 而此时的张杰脸上露出不愈 他忍不住发起了牢骚 说你俩既然都这样了 你的心思也不在他身上 不如早点离婚算了 我也不用再这样偷偷摸摸的 不行 你别说了 我先走了 张杰的提议被王燕是一口拒绝 他心想虽然李德工作忙没有时间配自己 但是他年少有为 外面不知道有多少女人都在盯着 跟眼前这个油嘴滑舌的张杰比 还不知道抢了多少倍 他可不会为了张杰去跟李德离婚的 所以王燕一直将保密工作做得很好 王燕边说边穿好衣服回家了 王燕这样跟张杰约会已经很多次了 都是趁丈夫出差的时候 或者跟丈夫谎称自己晚上要加班 但是丈夫每每用怀疑的眼神看着自己的时候 她总能敷衍过去 可这一次回家 丈夫的表现却让王燕很是意外 没想到的是 回到家以后 丈夫李德并没有过多的询问她 也没有什么异常表现 只是简单说了几句话 就去公司上班了 王燕心里有些担心 以前回家晚了 丈夫都会问个不停 这一次自己一夜未归 她怎么反倒跟没事人似的呢 这让王燕担心的事情最终还是发生了 没过两天 王燕就收到了法院发过来的离婚起诉状副本 李德要跟她离婚 收到起诉状 王燕的脑子是顿时空白 然而当她看到李德跟她离婚的理由后 她一下子瘫倒在地上 眼泪是不住的往外流 李德发现她出轨了 要求她近身出户 这可如何是好 回过神之后 王燕是赶紧拨打李德的手机 但是已经打不通了 她又找到张杰 问她该怎么办 这张杰听闻呀 自然是心中暗血 她早就盼着这一天呢 但是她和王燕约会一向隐蔽 李德呀应该没有什么证据 到时候只要王燕一口咬定 没有出轨 这李德又能玩出什么花样呢 然而开庭之后 这王燕才发现 自己真的是低估李德的能耐了 李德不仅列出了自己跟张杰的 所有通话记录和聊天内容 还出示了二人相拥进酒店开房的照片 看着丈夫在法庭上 一项一项列出自己出轨的证据 王燕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 面对确凿的证据 法官最终认定 王燕是婚姻过错方 把包括房子 车子在内的大部分财产 都判给了李德 而王燕 值得搬出 曾经和李德一起居住的房子 跟男友张杰住在了一起 说他根本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 他们是在李德离婚以后才开始的 会不会是李德想跟自己离婚 故意跟张杰串通 设计圈套让自己跳进去呢 离婚后的王燕人才两空 万分后悔的他要查清楚 究竟是谁将自己搞得这么狼狈 谁在窃听我 法力贾堂正在播出 离婚之后的王燕 有一个疑问 一直在他的心头盘旋 李德到底是怎么发现自己偷情的呢 难道是自己的闺蜜 努力力出卖了自己吗 离婚后的王燕和往常周末一样 跟朋友们一起去唱歌 大家玩得真热闹的时候 坐在他身边的 卢力力的手机响了一下 王燕扫了一眼 顿时是头晕目眩 来电显示 竟然是李德 他趁着卢力力中途去洗手间的机会 迅速打开了卢力力的手机 翻看了两个人的聊天记录 发现两个人的聊天语气 是十分暧昧 这时候王燕是一下子明白了 等卢力力回来之后 王燕拿着手机大声的质问卢力力 你说 你俩是不是早就好上了 为了让我和李德离婚 是不是你告的命 看卢力力面色难堪 支支吾吾说不出话 王燕是更加确信了自己的判断 他忍不住破口大骂 莉莉呀 亏我把你当闺蜜 你竟然在背后捅刀子 你真是我的好闺蜜 连我的老公你都抢 为了勾搭上有钱男人 你还真是不择手段 连朋友你都出卖 卢力力听完这些 当着众人的面是大声的反驳 说他根本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 他只不过是偶然撞见王燕跟张杰在一起 但是从没有向任何人提起过 自己确实爱慕李德 但是他们是在李德离婚以后才开始的 他没离婚的时候 自己连李德的联系方式都没有 而这时周围的朋友们 也纷纷作证 卢力力跟李德呀 确实是在他们离婚之后才开始的 这李德一表人才 卢力力喜欢他 也在情理之中 但是考虑到王燕你的感受 卢力力呀 一直不愿意伸张 也不想我们跟你说 怕你多想 这没想到现在误会这么大 王燕看朋友们的表情 不像是在说谎 卢力力也一副被冤枉之后 既气愤又委屈的样子 开始觉得是自己错怪了他 只好赶紧陪李道歉 但是李德到底是怎么知道自己出轨的呢 如果不是卢力力跟李德告密的话 那到底会是谁呢 想到这里 王燕心头的疑云是更重了 但是离婚已经是事实 再追究下去已经没有太多意义 好在自己可以跟张杰名正言顺在一起了 就在王燕决定跟张杰一起过日子的时候 问题又出现了 我们再说这王燕离婚以后 失去了李德的经济支撑 生活顿时拮据了很多 张杰看到王燕这样花销无度 劝他节俭一点 而王燕却不以为然 反倒埋怨张杰没有什么本事 不能给他自己想要的生活 这还是李德好 从来不会限制自己花钱 而张杰听到这话 自尊心是十分受打击 他忍不住感慨 怪不得当初让你离婚你不离 你不就是想花李德的钱吗 这种女人呀真贪心 想到这里 张杰的神色突然暗淡下来 他看着王燕认真地说 王燕 我们还是分手吧 你要是觉得你前夫好 可以再回去找回来 我也是个男人 我可不想永远活在他的阴影下 这说完 这张杰就摔门出去了 王燕本以为分手是张杰说的气话 可没想到第二天 张杰回来以后呀 就开始收拾东西 任王燕怎么道歉都不管用 他就是铁了心要离开 面对空了一半的出租屋 王燕是欲哭无泪 没想到自己到头来 丈夫没了 男友也没了 张杰竟然这么绝情 王燕回忆着他们从认识到现在经历的点点滴滴 突然一个想法在脑中是灵光一现 会不会是李德想跟自己离婚 故意跟张杰串通 设计圈套让自己跳进去来达到离婚的目的呢 他想起李德在法庭上指证自己出轨的证据 包括聊天记录和通话记录 不是跟张杰串通 李德上哪能搞到这些东西呢 这一个想法一旦冒出来 王燕就不能克制住自己不去想了 从他们第一次在酒吧相遇 到后来张杰劝他离婚 再到现在功成身退 整个过程就像一张巨大的阴谋 王燕越想越觉得张杰可以 越想越觉得自己窝囊 被欺骗和算计的感觉 让王燕气急败坏地找到了张杰所在的单位 他要找张杰问个清楚 要为自己讨回公道 但是他能从张杰那里得到自己想知道的一切吗 望着张杰那张以前总是挂着关切和疼爱的脸 现在却只剩下冷漠和不在乎 王燕十分痛心 他对张杰说 我与你无冤无仇 也许我曾说过一些话伤害了你 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你会是这样的人 靠近我就是为了算计我 李德到底给了你多少好处 让你来当这个勾引我出轨的小白脸 张杰听完火气一下子就上来了 这王燕不知道自我检讨出了问题 却跑到自己身上找原因 还把这么大一个屎盆子扣在了自己的头上 简直就是无理取闹 他想如果王燕再这样 自己的名誉迟早要被他败坏 于是他告诉王燕 到时候如果自己的名誉损害 到法院他一定要告他一条侮辱罪 听到这里 王燕是冷笑一声 好啊 你还想告我 我现在就报警 看看你们到底是谁在背地里害我 到时候你们谁也跑不了 说完 王燕就掏出手机 打了110 报警之后 警方认为王燕的个人隐私 遭到了偷窥和泄露 那会不会是张杰暗中捣鬼呢 很快呢 警方就排除了张杰作案的嫌疑 警方发现 王燕频繁提到的一个关键词 手机 他跟张杰的出轨证据也包括在手机上的聊天和通话记录 于是警方将王燕的手机拿到了专门的手机检测中心做了一个全面检测 果不其然 在王燕的手机上发现了一些可疑的程序正在运行 经过破解发现 这竟是一款手机窃听软件 据手机检测中心的专家介绍 这款软件一般会先伪装成系统软件被安装进手机 在用户打电话发短信的过程中 窃取相关信息必发送至窃取者指定的网络上 这些窃取的信息包括所有的通话记录 收发短信 手机中完整的通信记录 甚至精确的地理位置都有可能被传过来 真可谓是一劳永逸 而被窃听者还很难发现 原来是这样 王燕恍然大悟 难怪李德在法庭上能举出那么多的证据 原来他跟章节的通话内容早就被泄露了 他自以为隐蔽的行踪 其实李德早已了如指掌 而让王燕这后背发凉的事 这一切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李德什么时候开始怀疑自己 又是在什么时候给自己的手机上 装上了这个软件的 他突然想起来 在自己跟李德结婚不到一年的时候 李德有一次出差回来 送给他了这部手机 当时王燕还十分的开心 丈夫虽然忙 但是毕竟心里还是关心他的 这部手机他也一直用到现在 难道从那个时候开始 李德已经在开始怀疑他了 跟章节认识之后 他每次自作聪明的删除与章节的聊天通话记录 李德其实都一清二楚 包括他们每次约会在酒店见面 但是李德知道以后并没有阻止他 而是在酒店门口蹲跌守候 拍到他们偷情的证据 最后在法庭上让他净身出户 想到这里王燕感到一阵的天旋地转 心灰意冷的王燕不仅发出这样的感慨 李德啊李德 想不到你竟然把商场上那些阴谋诡计 用在你最亲近的人身上 我虽然有错在先 但是像窃听这种严重陷入别人隐私的行为 把律难道就束手无策了吗 最后王燕听取律师的意见 以侵犯他人隐私权为由 一纸诉状将李德重新告上了法庭 丈夫给妻子安装了窃听软件 本来是出于关爱 反而发现自己深爱的妻子 给自己带了一顶硕大的绿帽 妻子的行为违背了婚姻忠诚原则 丈夫的窃听行为又该能够算 侵犯了王燕的隐私权 判断李德赔偿王燕精神损失费 三万五千元准 贤夫受到法律处困 制作该手机软件的商家 又会受到什么惩罚 谁在窃听我 正在播出 在法庭上 李德承认了窃听软件 是他装在王燕手机上的 因为自己工作忙 经常出差 常常忽略了妻子 很是愧疚 为了弥补妻子 李德想在自己和王燕的结婚周年纪念日 当天送他一份大礼 可是选择什么样的礼物 让李德犯了难 王燕到底喜欢什么呢 为了了解王燕的喜好 李德购买了手机窃听软件 原本他想通过该软件 了解王燕的喜好 想通过这种特殊的方式 来关心王燕 可没想到阴差阳错 喜好没有了解到 反而发现自己深爱的妻子 给自己带了一顶硕大的绿帽 喜先李德并没有伸张 他想给王燕一个改过的机会 如果他自己主动跟张杰分手 他就既往不咎 当做什么事都没发生 但是王燕一次次的出轨 一次次的对自己撒谎 让他彻底失望了 他跟张杰打得火热 甚至两人还隔身差五的去约会 去开房 这是再大度的男人也接受不了的 在法庭上 李德面无表情地看着王燕 说出了自己的心路历程 他说他自己知道王燕爱花钱 既然自己没有时间陪伴他 就想在物质方面多弥补他 王燕想要什么东西 自己从来没有拒绝过 可是王燕还是耐不住寂寞 他花着自己挣的钱 却跟其他的男人约会 所以李德的决意收集证据 让王燕近身出乎 他就是想让王燕知道 没有钱 他跟张杰是好不了多久的 这李德是越说越激动 而王燕坐在那里 是早已泣不成声 最后法官认定 李德在王燕手机上 安装窃听软件的行为 侵犯了王燕的隐私权 对王燕的名誉造成了较大的损害 判定李德赔偿王燕 精神损失费 三万五千元 博会王燕要求重新分割 夫妻共同财产的请求 王燕的好友卢丽丽 知道了这件事之后 内心受到了很大的震撼 他没有想到自己眼中 那个分度翩翩举止大方的李德 竟然会用这样的招数 对付自己的亲 今天被窃听的人是王燕 那明天说不定就是自己 感情如果要靠互相监督 来维系的话 那就真的没有 继续下去的必要了 心灰意冷之下 卢丽丽主动向李德提出了分手 直到这个时候 李德才明白自己错在哪里 在感情中彼此信任是如此的重要 如果将商场的这些怀疑和猜忌习惯性的用在感情生活上 只会离幸福越来越远 而此时的王燕虽然赢得了诉讼 但是从出轨的那天起 他就为自己的人生设计了一场只输不赢的赌局 面对丈夫整日为工作奔波 王燕不仅没有及时地处理好自己的心态 反而心存侥幸地尝试外出寻找激情 结果输掉了家庭 也输掉了本属于他的幸福生活 不过王燕出轨是有错 但提供这款手机软件的人 是否也该受到法律的惩罚呢 就在法院对李德侵犯王燕隐私权一案 做出宣判后不久 警方通过侦破将这款手机软件的幕后老板 黄某及销售设计人员去全部抓获 检察院并一一把提起了公诉 警方发现因手机窃听软件产生的纠纷 涉及到全国三十多个审市 受害者总是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被监控的对象 除了隐私被泄露外 银行支付宝密码被盗取的案例也是比比皆是 目前查明的大部分购买者 有的是用于窃听自己的另一半查小三 有的是老板用于监督员工 有的则是家长用来监督小孩 有个妈妈初中的儿子有早恋迹象 也给儿子的手机上安装了手机窃听软件 那么我们说提供出售这样的软件是否构成犯罪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介绍的一个罪名 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期中明确的规定提供专门用于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违法犯罪行为 而为其提供程序工具 情节严重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 并处或单处罚金 情节特别严重的 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法院经过审理 认定黄某违反该规定 提供专门用于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 并且获利约9.5万元 其行为已经完全构成该罪 另外黄某还犯有伪造企业事业单位印章罪 法院对黄某恕罪并罚 判处有期徒刑四年零六个月 并处罚金5万元 我们说王燕婚内出轨有过错 而李德将窃听这样的手段 使用在自己的妻子身上 不仅严重侵犯了妻子的隐私权 自己也活得疑神疑鬼 身心俱疲 夫妻之间相处 如果不能够做到完全信任对方 至少还可以进行坦诚的交流 如果让错误慢慢的堆积 迟早有一天会让婚姻崩溃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 大部分的手机用户 缺乏对非法软件的识别能力 又往往喜欢尝试新事物 成为非法软件大行其道的重灾区 面对一些具有隐藏能力的侦查软件 更是手无招架之力 在这里 我们想提醒广大智能手机用户 对于不需要安装 不能确定安全性的软件 尽量不要尝试安装 如果涉及个人的隐私 商业机密 银行密码等已经被泄露 应及时报警 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好了 观众朋友 今天的法律讲堂到这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